14. 《工商時報》 外資回出 6月-99.51新台幣 終結年四升 2015年7月11日金融稅務 A9女青浪台北外匯市場發展基金會公布6月新台幣實質有效匯率 終結年四升 來到100之下 主要因6月希臘債信危機推升美元轉場 外資大賣台股陸續匯出 新台幣當月對美元貶值0.64% REA因此匯降 觀察7月以來美元續強 新台幣偏弱走勢 後續上市貴鼓利發放恐有一波外資匯出 預料新台幣將為緩貶格局 可望再降 匯銀主管表示 外資今年以來至5月報量匯入效應 使得新台幣即使面對強勢美元 還是漲多跌少 REA持續攀高 5月更來到100整數大關 但6月在希臘債信危機升高下 資金回防美元反轉匯出 亞洲主要貨幣單月對美元貶多升少 新台幣也跟隨貶勢 REA總結年四個月攀升 降至99.51% 根據匯銀統計 六月主要亞洲貨幣隨日原因被險資金流入 升值1.24% 其餘均為貶值 其中以馬來幣重貶近3%最大 菲律賓批索貶值如1% 印尼盾貶值0.78% 新台幣主要競爭對手韓原貶值0.65% 新台幣緊頂最後貶值0.64% 人民幣小貶0.04% 匯銀主管指出 今年來美元走強趨勢不變 新台幣後市應是偏扁格局 主要因市場對美國聯準 升息時點 大多營預期是9月 提高美元支撐力度 雖然國際貨幣基金 週四下調全球及美國經濟成長率 市場已有部份壓住今年不會升息 但觀察美國經濟復甦力度 領先全球主要經濟體 預料升息仍相對確定 美元強勢不變 新台幣肉升不移 央行6月底里監視會維持新台幣回率動態穩定不變 儘管6月出口大衰退 包括出口商及相關政府機關日前喊話 直指新台幣貶不救 要為出口衰退負責 但央行還是強調 新台幣回率波動幅度過大 不利金融穩定 兩行持續密切關注 審慎因應 落實動態穩定的方向 估計劃 旁邊 感谢观看